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欧轮的变频器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端子来判断它的好坏 还可以通过它的参数来看它的好坏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地正,也就是母线电压正 没有母线电压负 在我们红标笔接L1,L2,L3的时候 它与地正之间应该有一个二级管的压降 我们看 这样基本上能够证明整流桥的上桥没有问题 那么表笔翻过来 应该是组织无穷大 这样可以证明整流桥基本上完好 那么我们可以量一下它的UVW输出 因为这个正级到UVW这三项 应该是无穷大 如果我们翻过来测量 因为功率管有一个二级管 所以应该有一个二级管的压降 这个二级管的压降 应该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证明功率管是完好的 这个DC正和DB之间 是接我们的刹车电阻的 也就是说刹车电阻接到这两个端子上 这个是多功能端子 这边这个是D 这边是12V 如果我们选择PNP的 那么我们就要用12V来控制这个 X1到X6多功能端子 如果选择NPN 就要接D来控制这个X1到X6 这个多功能端子 这个是继电器 FB和FC是长B点 FB和FA是长开点 这个是转换NPN和PNP的 这是转换电流电压的 这个是AO和VO转换 这端有一个A12端子 是电流控制的 这端有个A11是电压控制的 A11是外接电位器的中心抽头 D接电位器的一个端子 12V接电位器的一个端子 这样调节电位器 A11就能在0到12V之间变化 从而改变变频器的转速 当然要在我们的设置面板里 设置它的功能才能够实现 A12呢 它是同样是接电位器的 但是呢它是用电流来控制的 不是用电压 这是一个380的变频器 所以有三个端子 L1 L2 L3 UVW是输出 我们用三个灯泡呢 基本上能够判断这个变频器 是否是好的 首先我们插电 插电以后我们按启动 我们看这三个灯泡 如果在慢的时候 应该是轮流被点亮的 相当于流水灯 并且呢亮度是一样的 亮度是一样的 证明这个输出是完全平衡的 证明这个变频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灯泡呢 就会按照这个频率 亮度发生改变 也就是乘比例的 这样就能够基本上判定 这个变频器是好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下 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按键 按键上呢有汉字和英文 有的变频器上面只有英文 所以呢我们要记一下 像这个英文 它代表的是正反转 ADD是增加 SUB是减小 这个DI SP是参数 显示一位 这个SET是设置 PROG是编程 RUN是运行 这个是常用的 STOP是停止 这个电位器当然是调节频率的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频率的档位 我们看这就是频率 然后我们可以调节这个 就可以调节频率 只要我们按运行之后 这个频率呢就会 我们看这个呢 这个指示就是我们的运行频率 我们把它一按运行以后 我们看这个频率就会随之上升 根据我们调节 不同的这个频率会 与我们设置频率相同 我们这往回调 直接调到零了 按下停止 记住变频器上的这些英文 如果维修变频器 或者使用变频器 还是很有用处的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符号 代表的是运行频率 我们再按一个 这个是设置频率 F是设置频率 再按一下 这个是电流 也就是运行电流 再按一下 这个呢 是输出交流电压 就是我们的UVW三项输出 驱动我们辅载的电压高低 当我们打开运行以后 后级电压就会有输出 随着频率的升高 输出的电压值也在升高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个是母线电压的电压值 母线电压如果过高 会过压保护 过低会欠压保护 我们再按一下 这个是温度值 也就是当前温度 它显示的主要是散热片的温度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转速 这个就是运行频率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